我好紧张 因为她中文歌一直唱得很好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分数成现越来越低的状态 所以我就好好表现吧 近期分数逐渐退步的童话 又将挑战较不擅长的中文歌 她能克服困难 唱出有情感的歌声吗 在不爱就要分身 碎骨 垂入无尽的孤独 世界太冷酷 梦太投入 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 风在哭 当我走到悬崖停住 发觉泪也有温度 生命太短次 痛太清楚 才让你让我爱到五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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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爱落相何处 我只求今生今世共渡 天一荒 爱一苦 心恋一片土 连泪水也能灌溉这幸福 我不管爱在深处 我只求陪你直到末路 愿意灌溉灌溉这一生因为爱你 再清楚 馬上有請說後面老師答案 我覺得藝文基本上唱這首歌 沒有什麼大錯 聽起來也非常順耳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唱歌的方式比較安分 在一個很安全的範圍之內 把這首歌詮釋完 有一點像音樂老師在課堂上教學生 然後把歌很完美的唱完 可是那是音樂老師的角色 可是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專業歌手 專業歌手跟音樂老師區別在哪裡 他表演的時候有一個激情 甚至於有一些歇斯底里 他才能夠把歌的生命丟給人家 讓大家接到這個球 或者是馬到 那相反的 我今天在童話的歌聲當中 有聽到歇斯底里嗎 雞皮疙瘩 有掉一點雞皮疙瘩 今天我覺得參賽的選手 跟前幾集不太一樣 真的很值得鼓勵 因為冒險的人 敢冒險的人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童話 今天也做到了這一點 他好像在最後一句的時候 再重複 再重複一次的時候 好像覺得 他好像稍微有點 因為前面唱得太情緒了 有點失控 我收不來 但是那個情緒 其實在歌曲裡面是非常合理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很激情的演出 也很成功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馬上來看分數 首先是蔡英文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蔡英文的演唱 得到的分數是 好不錯的成績 接下來是童話 請評審按燈 童話的演唱 得到的分數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分 我的妈呀 刚刚一直在讲 我说这个是不是有表现歇斯底里 然后游厚明老师就说鸡皮疙瘩 他就说我的妈 会不好吗 就是如果我们伸鸡皮疙瘩出来 对你是一种致敬还是 不是 我没想到 老师会这么肯定我这首歌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分数呈现越来越低的趋势 然后游厚明老师也说了 我的口吻上面的问题 其实小林老师在带队的时候 也很认真的就是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 我其实有努力在改 我希望自己有进步 非常好 来志炫老师要补充一下 蔡宜文 你回去要看播出 然后你要记得 你的声音在这个range里面 最好听 就说你接下来要注意自己的音声 因为了解自己是蛮重要 你今天的这首歌 虽然只是做完功课而已 可是你要注意 今天的这个range 今天在这首歌里面 你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会吸到人 它有那个美感 好不好 这个老师讲的话 赶快记下来 都要看播出 一看再看 好 谢谢两位女将精彩的表现 今天算是 对自己还算满意吧 毕竟中文歌唱了这么多次 好不容易唱一次比较好的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好不容易唱到这首歌 我们一起唱的 好不容易唱或是 那我们一起唱的 如果我们唱的